日前在市区的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结合了无人机的演出 让民众大为惊艳 台湾县府交官处表示 下周的闭幕光雕音乐会 将会加码无人机的演出 欢迎民众可以把握最后机会 一同来到路野高台欣赏 上周五在台东市区的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台东县政府特地规划了300台的无人机进行演出 搭配美美的热气球惊艳了不少民众 也让许多人在询问 仅剩下的最后一场闭幕光雕音乐会 会不会有无人机的加码演出 而县府交官处也证实 将会在最后一场的光雕音乐会上 加码无人机的表演 因为我们在8月5号的 在市区的那一场光雕音乐会 300台的无人机已经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惊艳 所以他们很期待能够在闭幕的时候 能够在现场能够去清零那种感受 跟透过萤幕看又完全的不一样 那再加上闭幕还是有烟火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合一的一个闭幕 照我目前所听到的市区已经找不到房间了 而教官处也提醒 往年的闭幕仪式都会吸引大量的民众参与 为了有效疏导车流以及人潮 活动现场将视情况随时启动胶管 而且由于活动参与的人数众多 可能会出现塞车的情形 接驳车的后车时间也将会被拉长 敬请民众配合现场的指引 并预留等候的时间 一起在物业高台同乐 记得陈吉林台东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